不管是布鞋或是文具用品 还是玩具甚至书桌 可以在圣诞节前夕 从圣诞老公公手中 拿到自己许愿时想要的各种物品 小朋友都很开心 这是由基隆市议员林敏勋和太太周代毅 以及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和执行长邱梅萍 第三届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 一个多月前先请暖暖区 各幼儿园小学以及国中 了解每位学童需要的物品 再由各界共同认捐购买 这次推荐出总共28位左右的弱势学童 赠送这些圣诞礼物为孩子们圆梦 更希望让这群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势孩子的圣诞老公公 把这份正能量的爱和感恩 继续传承下去回馈社会 他说因为基隆的天气一直都在下雨 那他常常鞋子都会撕掉 那来不及洗鞋子 所以他希望有一双能够轮替 交换着穿的鞋子 林敏勋和林黄辉代表所有共同响应 这次活动的各界善心人士 也是真能版的圣诞老公公们 这次更邀请前两届许愿的学童们 一起回来 把礼物交到将近100位孩子手中 希望这项弱势学童圆梦计划 可以继续办理下去 我们希望大家齐聚一堂 是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节之外 大家等一下我们又准备一些 小点心跟这个可以享用的这个食物 大家可以一起来过一个 很棒很棒的一个圣诞节 那那个李勋叔叔 李勋议员叔叔也特别 今天没有穿上圣诞装 但是我们有戴上这个圣诞口罩 然后希望说 一样就是过圣诞就要有圣诞节的气氛 全梦计划 很感谢各位志工伙伴的参与 还有各位善心人士 一起加入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 以后也可以像这样 可以帮助有需要帮助的人 除了小朋友希望得到的礼物之外 在各界善心会集下 每位孩子更额外获得手工缝制 独一无二的玩偶和点心等礼物 希望在湿冷的寒冬中 让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 都能够度过一个充满温暖 和感恩的圣诞节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